我就是我 我看自己多上火 洛宾王 洛宾王七岁时 某日他在池塘边 呃呃呃 我去 好好的孩子 咋就结巴呢 取向向天歌 白毛服律水 这时候洛宾王的老爹才意识到 哎呦喂 七岁就能做师啊 咱家出了个神童啊 啊哈哈哈哈 正当洛宾王的老爹 为了有这样一个神童儿子 欢呼的时候 我 哎 他突然就挂了 之后就是家道中落 洛宾王呢 也只能进京赶考 某个出路 由于神童的身份 洛宾王根本不屑走后门 论考试能力 不是我笑话谁 在座的都是渣渣 啊哈哈哈哈 但考试的结果是 神童居然落榜了 哎呦我去 这对于洛宾王来说 简直就是降龙十八掌 掌掌用脸扛 脸都没了 清晰一冷的洛宾王 只能靠给权贵当幕僚谋生 之后又跑到了山东隐居去了 时间一晃 重到吃土的老神童洛宾王 已经47岁了 这时候 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公元665年12月 唐高宗李治要登泰山风扇 当地的老百姓找到了洛宾王 神童帮个忙 拍个彩虹屁 拍谁啊 皇上 那得好好整 于是洛宾王向李治奉上了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总结了风扇的重大意义 对风扇做出了高度的赞扬 这波彩虹屁 直接把李治给拍晕了 哎呀呀 这马屁拍得太上头了 最后李治高兴的 不仅同意了老百姓陪同风扇 同时他也记住了洛宾王 接着洛宾王就再次进京赶考 这一次他一举重定 入朝为官了 天生神童能咋地 不如皇帝记得我 公元670年 吐蕃侵扰大唐边境 唐高宗李治下令出兵征讨 出征 这时候洛宾王想建功立业 他也去了 冲啊 可惜不巧的是 兵役刚辅上 薛人贵却火树兵败大飞川 哎呀我去 到我这儿你薛人贵咋就掰了呢 于是洛宾王就留在了西域 过上了喝风的日子 真让人上火 啥时候是个头啊 在西域喝风三年后 洛宾王又奉命入属 继续服役 在属地 他遇到了被好友 卢兆林抛弃的郭姓女子 渣男 有劲 吹 洛宾王当即赴识一首 卢兆林的渣男故事 就立马上了头条 急得病重的卢兆林 什么 麻溜的从冰床上蹦了起来 急忙作诗解释道 我那个区 我可不是负心汉呀 我是快病死了 那边洛宾王差点把好友送走 这边一个叫李荣的男道士 骗了吕道士王林飞的感情 诶 道士记得恩怨情仇 洛宾王也要插一杠子 渣道士 我要讨伐你 于是写了首长达700次的诗 讨伐渣道士 简直是大唐妇女之友啊 几年后 洛宾王终于转业回到了长安 升级为市域史 专门纠察官员 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 很快 洛宾王凭着刚正不阿的气质 成功的把自己纠察进了小黑屋 蹲了一年多 幸好遇上大赦 才出了狱 公元684年 李显登基继位 这一年 洛宾王已经66岁了 万万没想到 没多久 武则天直接废了李显 立立蛋为傀儡皇帝 自己临朝称制 这玉玺 你的你的 都是你的 这洛宾王一看 这大逆不道啊 我反对你 洛宾王当时就坐不住了 加入了徐敬业的反武队伍 洛宾王奋笔记书 写了一封 逃武造席 把武则天骂得外交理论 直接把武则天给骂笑了 骂人专街短 打人专打脸 真是个人才啊 可惜徐敬业迅速的 被武则天派兵剿灭了 洛宾王也不知所踪 这一辈子 我看我自己都算活